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耶和华上帝说 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上帝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 而空中各样的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 看他叫什么 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 那就是活物的名字 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取了名 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上帝使他沉睡 他就睡了 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 又把肉合起来 耶和华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 领他到他那人跟前 那人说 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可以称他为女人 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当时夫妻两人赤身肉体 并不羞耻 神的话读到这里 愿神祝福凡听他话语的人 今天早上 我们很高兴由师母来为我们分享 信息主题是 家 家 家 各位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欢迎大家在绵绵细雨的早晨 仍然来到神的殿中 一起来敬拜神 愿神祝福大家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让我们今天早上聚集在这个地方 主啊 我们现在要聆听 主你自己对我们的教导 你所要告诉我们的 求圣灵亲自的在我们的当中 向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 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里面 主啊 让我们也安静我们的心 聆听圣灵向我们所说的话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家 家 还有家 你的家到底是家园还是家园 家园就是好的家园 还是有家所的家园 好 我们先来听一首的歌 本来我是想要唱给大家听的 但是我怕我一唱出来就破坏了那个意境 所以我还是去上网找了播放给大家听 比较好 如果你们想唱你们就可以开口唱 注意听 有吗 有开声音吗 不然你们帮我按啊 会唱的可以一起唱啊 这是我的家 这是我的家 在大山脚下 门前有棵野子树 途中很多花 爸爸在工作 妈妈在离家 我们手里都和起 我爱我的家 这是我的家 我爱我的家 这首歌是小学一年级的音乐课里面的其中一首歌 我有印象 因为我一年级有唱过 如果你跟我同样年代的应该你有听过 有什么好笑呢 我的年代唱这样的歌 有好笑吗 可能啊 因为我的女儿呢 她说她没有听过这首歌 所以可能觉得不适合了 对吗 所以你们听了觉得很好笑 这一首歌呢 哇 她所描述的整个意境呢 哇 这个很美丽 给我们看到的画面很美丽啊 哇 门前有树 这个又有这个 这个家又在三角下 又有很多花 爸爸工作 妈妈打理家 哇 兄弟姐妹很和气啊 一幅很和谐的家庭生活啊 可是呢 当这些孩子在唱这些歌的时候 当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想啊 其实呢 这一首歌呢 只不过是我们的梦想罢了 对一些人来说 这样子的一首歌 他唱出来的时候呢 会觉得很讽刺啊 那么有一个 在南加州 在南加州啊 有一次呢 有一个老师 五年级的老师 就给他的学生做了一个作文题目 老师出了一个题目叫做 我渴望得到 他要让学生写啊 你渴望得到什么 那么他就以为啊 他的学生会写啊 哦 我渴望得到 电脑啊 这个玩具啊 脚踏车啊 宠物啊 或者是到国外度假 这样子的东西啊 但是呢 当他在批改作业的时候呢 他觉得非常的震惊 为什么 因为呢 他班上有三十位同学啊 三十位的学生 竟然有两个 不是两个 二十个 二十个是渴望得到家庭的温暖 那么其中呢 还有一些人写什么呢 他们写啊 我希望我的父母啊 不要再吵架 我希望我的爸爸呢 可以回家 有的人又写什么呢 我真希望 我可以考到第一 叫爸爸接纳我 叫爸爸可以爱我多一点 然后有一些人又怎样写呢 他写 我希望我只有一个爸爸 一个妈妈 可是呢 现在我却有三个爸爸 三个妈妈 哇 然后呢 还有一个怎样写 他写 我真希望呢 现在我有一支来福枪 恨不得呢 把那些嘲笑我的人 全部杀掉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啊 今天的社会里呢 我们就是会看到 很多孩子的心中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渴望得到一个温暖的 但是呢 今天的社会告诉我们 今天社会最大的问题 就是家庭崩溃 家庭崩溃啊 根据这个九月份 我们自己马来西亚的 报章的报导啊 今年九月份 现在是十二对吗 现在是十二月 报章报导什么呢 他写 因为疫情的影响 这个就导致了离婚率 离婚率 还有家暴 的这个案件 一直在上升 一直在攀升 所以呢 家暴的问题 还有离婚的问题呢 是不断的 日趋的恶化 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 家 家本来是 哇 很可爱 门前有树 有山 家庭和气 是温暖之下 是人的避风感 但是呢 现在的家呢 却成为危机四伏 没有安全感的地方 所以 常常我们会问 我的家 到底是家 还是家 所以当我在讲的时候 你心里想的 你的家是怎么样的一个家 可能你说我的家是好 是家 家园 不是家所 但是呢 我们人呢 活在这个家的 家的这个 家庭里面呢 多多少少 也不是完美的 我们多多少少 都会受家的影响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家真的是给我们 很多的家所 我自己也曾经 这么样的认为 我一生人呢 其实我常常跟 有跟一些人讲 我一生人呢 最痛苦呢 最痛苦的日子 就是在结婚之后 以后再跟大家讲 真的是在结婚之后 那么有一个传道人 他就讲 特别是姐妹 她说一个女孩子 她如果到了一定的年龄 她还是独生的话 没有结婚 她会过得 会辛苦 可是呢 当她进入家庭的时候呢 她会更辛苦 会更辛苦 我不知道当中的姐妹 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同感 我自己会有这样子的同感 所以当我这样子讲的时候呢 不是给大家一个 一个很灰暗的 这样子的一个盼望 我们在基督里面 其实是有盼望的 婚姻不是恋爱的坟墓 婚姻 如果我们管理的好 我们经营的好 家庭如果我们经营的好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家所 变成家园 好的家园 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 是有盼望的 所以我本来打算 从明年开始 就讲一系列的家庭的信息 那么突然间呢 牧师又要去吉隆坡 做布道会的讲员 所以我没有办法被摆上台 所以就要提早来跟大家讲 所以从今天呢 给大家一些比较基础 比较理论性的东西 然后可能我会用一年的时间 跟大家慢慢地分享 关系到这些家庭系列的信息 有一点床了 开始讲就床了 好 我们先来理解一下 什么是家庭 今天会比较是理论性的东西 是一些的基础 我们需要比较了解一下家庭 如果你去Google search 我是Google search 它告诉你什么是家庭 家庭就是以婚姻和血统关系 为基础的社会单位 包括父母子女 还有其他共同生活的亲属在里面 但是呢 当我们讲到家庭的时候呢 家庭里面最基本的就是 由一夫一妻构成的最基本的单位 所以两个人结婚就已经组成了家庭 然后呢 再慢慢扩展 扩展扩展 看你的最基本的呢 就是父母还有 这个一夫一妻 然后生了一女之后 就是最基本的家庭单位 好 那么家 是说造一个人的地方 意思说呢 家提供了一个地方 来培育人成长 所以今天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有什么样的价值观 我们有什么知识 我们的情绪 是怎么样的 我们的人格是怎么样的 我们跟人怎么样互动 还是我们跟神有怎么样的关系 在很大的程度上呢 家庭给我们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家庭塑造一个人 那么家庭呢 是构成社会的最基本单位 好 很多 什么意思 所以我们看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就是从 很多社会组成的嘛 那么呢 社会就是由家庭组成的 每一个 每一个家庭 一个家庭 一个家庭 就组成了一个社会 然后就有一个国家 然后又形成整个世界 这个大家都知道嘛 没有问题 好 所以呢 当我们 当我们说家庭是一个社会 最基本的单位的时候呢 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如果呢 一个健康的家庭 它就会帮助一个人很健康的成长 然后呢 因为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单位 家庭健康 社会就健康 社会健康 国家就健康 国家健康 整个世界就健康 很容易明白的道理啦 反过来说呢 如果呢 一个家庭不健康 里面的人不健康 它就毁了整个的世界 所以要建立一个 身心健康的家庭 非常的重要 因为呢 如果一个家庭不健康 它所影响的 不单单是 家庭里面的人 它受到伤害 会影响到整个世界 其实严格来讲 就是影响到整个神的国度 神的国度 所以我们呢 从我这个系列呢 就是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怎么建立一个健康美满的家庭关系 所以当我们谈到建立家庭的时候呢 我们不能够离开这个创世纪 创世纪这一本书 因为呢 整个家庭的建立的基础 就是在创世纪里面 所以今天我要从创世纪来看 上帝所立的家庭 应该是要怎么样的 今天我们看到 今天如果你去看Facebook 不懂大家有没有玩Facebook Facebook面子书 你看面子书的话 现在最热门的话题是什么 是某某优质偶像 某某优质偶像 他离婚的消息 对不对 哇很多啊 某某爆章啊 一段一段的 每一天呢 都会一直更新 一直更新这个新闻 不懂大家有没有看到 闹得很轰动 本来大家眼中完美形象的 这个优质偶像 竟然被他的老婆爆料 干了许多人都不知道的事情 所以有很多事情 我们不知道 其实呢 今天的演艺圈 不单单是这一个偶像 还有许多的人 他们的婚姻也出现状况 其实不出奇 当我们看演艺圈的时候呢 只不过是整个社会的缩影罢了 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是偶像 是公众人物 所以我们会看见他们的问题 其实今天在我们的社会里面 我们这样子的事情呢 其实也非常普遍的 但是呢 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 上帝的心意 不是要我们去面对 这样子的一个家庭问题 当上帝建造家庭的时候呢 他的心意是怎么样的 他本来的样子 应该是要怎么样的 我们先来看 好 第一 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 上帝怎么说 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 27节又讲 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他的形象 照男 照女 所以呢 当人被造的时候呢 他跟其他的万物不同 人呢 是 人的被造是很特别的 当上帝造其他东西的时候呢 圣经怎么描写 他说他们各从其类 只有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呢 他说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 但圣经说人是按照着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时候呢 表明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就是什么呢 人像上帝 看得见吗 对 人像上帝 或者是呢 人跟上帝很相似 那么像的地方在哪里 人怎么像上帝 如果我们去研究的话 会有很多样的说法 那么综合 综合这些说法呢 大概呢 可以包含这些的含义 人怎么样跟上帝相似 所以当上帝造人的时候 人呢 本来应该是有上帝的形象的 是什么意思 就是人应该 有是尊贵的 因为他被赋予很崇高的地位 人是有地位独特的 因为他跟其他的动物不一样 他的地位是尊贵的 是有价值的 是特别的 所以每一个人 不当是亚当 包括夏娃 不管是男的 女的 每一个人的地位 都是崇高的 像上帝这样子崇高 为什么呢 人要像上帝呢 有这样独特的地位 因为上帝呢 赋予人一个使命 就是管理大地 所以呢 他人 就是上帝的代表 神是上帝的代表 在这个地上 来管理这个 他上帝所创造的宇宙万物 所以人被赋予这样子的 全壁来管理 管理权本来是在上帝的手中 但是上帝赋予人 有这样子的管理权 所以 然后 接着下来呢 第三 当我们说人跟上帝相似的时候呢 就是与上帝的属性相似 上帝的品性 就是有这样子的道德的形象 比如说上帝有什么属性 就是有仁爱 诚实 公义 圣洁 这样子的属性 所以人应该有这样子的道德属性 然后最后一个 当我们说跟上帝很相似的时候 就是呢 我们因为跟上帝很相似 所以可以跟上帝相交 可以跟上帝沟通 你看上帝所造的这么多 这么多生物里面 有哪一个生物会跟上帝祷告的 有哪一个生物会跪在那边敬拜神的 有哪一个生物呢 会回应神 会去尊从神 跟上帝有亲密的沟通 没有 只有人 所以你打了一只狗的时候 那个狗受伤 它不会呜呜呜呜呜 然后会跪在那边跟上帝祷告 某某人今天打了我 它不会 它只会在那边哭叫罢了 但是人会 人受了伤之后会跟上帝祷告 对不对 所以它可以跟上帝相交 所以因为呢 人跟上帝相交 又有上帝的属性 他就具有这个爱的能力 跟人 跟人 可以跟人用爱心来交往 但是人有上帝的属性 跟人交往的时候 他所带出来的关系 就是和谐的关系 就可以带出和谐的关系 所以呢 当我们跟上帝的形象一样 是相似的时候呢 意思说我们可以跟上帝有和谐的关系 也跟人有和谐的关系 所以人呢 是不是 不是独居的人 人呢 是有关系的 需要在关系里面 来发挥这个爱的 这个 爱的这个 功用 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这个爱表达不出来 所以 人是有关系的生物 是群体性的生物 是需要跟人 一起相处的 这样呢 才像人 所以我们常常一讲 Metronun Metronun就是 不能够反映上帝真正的形象 Metronun会像人 这样子才是真正的人 能够反映上帝的形象样式 这样子大家会明白吗 Metronun Metronun就是 他有上帝的形象样式 Metronun就是没有 OK 有道理了 OK 好 那么呢 上帝为什么 建造家庭呢 家庭被建造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 好 上帝说 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 我们的样式 照人 使他们做什么 往里 海里的 与空中的鸟 地上的牲畜和全地 并地上所爬的一切动物 还有呢 要叫他们生养众多 治理这地 管理 所以 亚当跟夏娃的建造 被造 是为了要管理 这个上帝 所造的这个 万物 被赋予这个管理的责任 刚才韦氏有讲 所以当人被赋予管理的责任的时候 什么叫管理 管理就是 不单是保持它的原来的 pattern 原来的样子 还要使到它更好才叫做管理 如果你使到它不好 就叫做破坏 你看我家的阳台 你们每天来来往往都会看到 当我管理我的小花园的时候 一定是让我的花园 花开得更美丽 更灿烂 哇 更新艳 但是你看我的花园的时候呢 没有几朵花啊 因为我没有好好的管理 我只是破坏它罢了 管理 上帝赋予人这样子的管理的权柄 OK 所以呢 上帝要透过家庭的建立 好好的管理这个世界 嗯 那么呢 所以呢 两个人 这么多世界这么大 管理不好 所以要透过生养众多 所以上帝呢 吩咐这个亚当下王 你们要生养众多 变满全地 好让你们可以治理这地 所以你家庭传宗接待 生这么多 为什么 是为了什么 是要管理你的财产吗 当然 其中一个原因是 让你的财产可以好好的管啊 但是呢 上帝的目的是要管理这个 好好的管理这个世界 上帝的 所创造的这些 宇宙万物 所以上帝要亚当下王 生养众多 透过生儿与女人 来达到这个 治理这地的目的 所以呢 我们家庭的设立 我们生儿与女 是有使命的 是有使命的 不是为了结婚 年龄到了就要结婚 而结婚 是有目的的 上帝在我们家里面 都有祂的使命 都有祂的使命 然后 我看不到 好 第二个 好 第二个这边 然后呢 上帝创造家庭的时候呢 上帝说 看啊 我将遍地上 一切结种子的蔬菜 和一切蔬菜 所结有何的果汁 全赐给你们做食物 原来呢 上帝让人管理这地的时候呢 让这个地更好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享受 我们所管理得出来的这个结果 所以是要去享受的 不是要去受苦的 所以 我今天没有好好管理我的小花园 我每次看那些花 有时候 很对不起啦 你们给我一些花 都给我种死掉 真的种死很多颗 我自己也买了很多花 都是给我种死掉 剩下这几个 产花还在那边 有些叶子呢 也枯干 要枯到 快要掉完了 但是如果我好好管理的话呢 我的今天 我的花园 一定是非常美的 你们看了 这个 心情也比较好一点 不然你们看上去 很难 不要去想了 所以上帝要我们管理这个世界的时候 可以去享受它 上帝创造家庭的目的 既然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 要我们去享受 为什么还要透过家庭呢 为什么单单亚当一个他不能管理好吗 为什么上帝又造了夏娃 组成家庭呢 一个人成为一个单位管理不好吗 我们来看 上帝为什么建造 创造家庭 在创世纪里面 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 创着天地 飞禽走瘦的时候 上帝讲什么 上帝讲 好 上帝讲好对不对 但是呢 在整个创造的里面呢 上帝唯一看他所创造的东西不好 是什么东西不好 就是呢 亚当 独居不好 上帝竟然会认为 他造的东西还不够好 他认为呢 在他的创造里面呢 有一样东西不好 就是亚当独居不好 所以 独居不好 意思说亚当一个人真的是不好 还不够完整 还不够完美 所以他就造了夏娃 好 记得这个 在创世纪 二章二十节 我不懂有没有放出来 好 接下来的经文 上帝讲 他看 我到底有没有放经文出来 有啊 十八节 有有有 我看这边看不到 有有 OK 耶和华 上帝说 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 帮助他 哦 这一节经文之后呢 圣经怎样描写 圣经有时候 他的铺术啊 很 很精彩啊 哇 他讲了这一句话之后呢 他就讲啊 上帝就叫亚当 去给那些人 那些动物啊 命名啊 那么呢 亚当就看看 看这些动物 给他们起名字之后 二十节啊 我没有放出来 二十节他竟然说 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 帮助他 他在这些动物堆里面 找啊找 希望有一个人 可以帮助他 跟他一起 但是呢 他找来找去呢 都找不到适当的人啊 都找不到适当的生物 成为他的配偶 所以他说 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 帮助他 只是就告诉我们 有一点沮丧啊 亚当有一点沮丧 找来找去 都找不到适当的人啊 适当的生物来帮助他 结果呢 圣经说 上帝就叫亚当沉睡 然后呢 从他的身体里面 取出一条的肋骨 就造了一个女人 来帮助他 帮助亚当 所以夏娃的出现呢 成为 就是成为亚当的帮助者 帮助亚当什么 帮助亚当从 孤单里面 拯救出来 帮助的 他的自根 就是拯救 他把亚当 从孤单里面 拯救出来 不但如此 夏娃的出现呢 他 成为亚当的 帮助者 就是呢 弥补亚当的部族 他们互相 彼此的补足 彼此的部族 一起完成 上帝托付他们 管理这地的 这个使命 亚当一个人做不到 他不能够 生儿一女一个人 他需要 夏娃的配合 所以呢 彼此帮助 补足 彼此的部族 好让他们可以 生养众多 遍满全地 治理这地 所以 上帝需要一个家庭 来完成 祂托付给人的使命 所以今天 我们的家庭 就是有这样子的使命 需要男女的配合 一夫一妻的配合 才能够完成这个使命 以前我结婚的时候 不是结婚 根本就是 还没有谈恋爱的时候 大家都听过 牧师讲我们的 很戏剧性的 很戏剧性的 这个 上帝做没人的事情 然后呢 在当中呢 有一天 那时候还没有开始 还没有开始谈恋爱 我就在祷告室里面 祷告 我就在祷告室里面 祷告 我说 我问上帝 为什么要结婚 为什么人还要结婚 那么呢 当我这样子 在祷告室 问的时候呢 上帝 祂给我一句话 有一句话 就在我的心里面 这样子浮现出来 那时候呢 我还没有去念神学 我对圣经 其实也不清楚 不清不楚 上帝讲 两个人的结合 就是为了要完成神的使命 所以后来呢 我研究这些东西的时候呢 我才发现 对 上帝讲的话 上帝 以前跟我讲的话 没有错 两个人的结合 就是要为了完成 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 彼此的扶持 彼此的帮助 所以上帝需要两个人 一起的完成 所以当上帝创造了 造了这个夏娃之后呢 上帝讲什么 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这样才完美了 亚当独居一个人不好 有夏娃的出现 才好啊 所以夏娃的被造呢 在上帝整个创造里面 就画下了一个 非常完美的句号 所以夏娃的出现 这个整个家庭的被造 就是上帝的创造里面的 最高峰 亚当还不完美 夏娃的创造 才达到了这个巅峰 所以家庭的设立 才是上帝创造的目的 所以当上帝讲圣好 亚当看见夏娃讲什么 亚当讲 这是我骨中的骨肉 真的肉 意思说呢 哎呀我找到了 我找到了 我终于找到了 这个字就是这个他 这个不是我翻译的 这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圣经 还是诗经学者 他说这句话的翻译 应该是这样子的 他说我终于找到了 就是这个他 就是这个他 我要的 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我可以称他为女人 终于找到了 所以当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呢 他才感觉到他的生活里面呢 才是美满的 才是呢 可以满足到他的 所以家庭的设立 是上帝的心意 也能够满足人的需要 可以吗 独生 那么独生的人怎么办 就不好吗 这个是另外一个课题 今天不讲 不是 上帝也给人有独生的恩赐 为了让他可以装心 事奉他 这个是 因为今天时间不够 所以不讲 要知道自己去找 好 那么家人之间的关系呢 上帝的所设立的家庭 家人之间的关系 本来应该是要怎么样的 OK 22到24节跟我们讲 OK 22 24 25节讲 他说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当时夫妻二人 赤身露体 并不羞耻 所以上帝所设立的家庭 应该是由一夫一妻组成的 不是一夫二妻 也不是一夫一夫 也不是一妻一妻 是由一夫一妻 组成的才叫做家庭 OK 那么呢 他说夫妻二人 赤身露体 并不羞耻 意思是说什么呢 这两个人赤身露体 不羞耻 意思是说他们的关系 非常的亲密 可以很坦诚的相处 很坦诚的相处 非常亲密的关系 非常和谐的关系 好 夫妻关系以后 我们再深入的讲 今天就是这样子 带过给大家知道了 关系很亲密 OK 好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上帝所设立的家庭 有上帝的形象 有上帝的形象 然后上帝设立家庭 有上帝的形象 是为了好好的治理这个大地 然后享受上帝所给我们 所治理之后 所得到的这些成果 然后呢 一个人不能够好好的治理 需要一个家庭 彼此的辅助来治理 然后呢 这当作的成员之间 因为可以反映上帝的形象 所以呢 那个 关系和谐 亚当像我们刚刚开始的 关系呢 就是很和谐的关系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呢 我们在家庭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呢 本来都是要有尊贵的形象的 是尊贵的 有价值的 但是呢 今天我们看到 你在你的家里面 或者是你成为一个人 你会不会觉得你很尊贵 你会不会觉得你活得 没有价值 你有在没有在都不用紧的 你会不会觉得 你好像什么都做不了这样子 这个呢 就是告诉你 你已经 你的形象已经被破坏了 你的自我形象已经被破坏了 好 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事发生呢 最主要的原因 这样子的家庭 就是上帝的心意 上帝原本所创造的心意 江庭都被破坏 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亚当跟夏娃犯罪 上帝创造的时候呢 上帝说 16节17节 他说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汁 你都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汁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上帝吩咐人管理亿电源 管理亿电源的东西 这些所有的东西 叫他们管理 只有一件 有一个东西你要管理的好的 就是你不要去吃 分别善恶树上的果汁 你不要去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汁 可是呢 后来的事情发展 我们就知道 偏偏呢 这个夏娃 他就去吃了 然后又给亚当吃 他们偏偏要选择的 就是这颗分别善恶树上的果汁 来吃 什么是分别善恶呢 分别善恶 分别善恶的意思就是说 你知道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你知道什么是善的 什么是恶的 这个属性呢 这个特性 只有是属于上帝的 这是上帝很特别的一个属性 知道什么是好 懂得分好坏 所以呢 当人 人去选择这个分别善恶的 这一条路的时候呢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说呢 他 这个人呢 要按照自己的标准 按照自己的意思 去决定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人想要做好 人想要 人要自己去分辨 这个才是对的 这个才是错的 但是呢 因为 你不听上帝的话 这个罪就 进入了 所以 当人 当罪进入的时候呢 你想要做好 但是你圈圈圈做不好 你想要 不去做恶 你就偏偏去做 然后呢 你把 坏的事情 你要按照你的自己的 去心意去断定 你就把它认为是对的事情 所以 后来就变成 上二不分了 所以就知道了很多的问题 所以当人要把 自己跟上帝同等的时候呢 要去跟 断定 决定 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什么是 这个对的决定 什么是错的决定 意思是说 人要自己做神啊 要跟上帝同等 不受上帝的约束 把上帝的话 抛住于脑后 把上帝抛住脑后 我自己来决定 所以就知道了 很多的问题 咬当下王 去吃了 就造成了这样子 就失去了 正确的方向 正确的标准 所以凡事都按照 自己的心意而活 所以上帝说 你吃的日子 你必定死 你已经离开了上帝 就跟上帝的关系 断绝了 所以你就必定死 所以当亚当选择 亚当跟夏娃选择 分别上二的 这条路的时候呢 其实呢 他们就已经超越了本位 越举了 他们忘记了 他们是受造物 所以他们就 走向灭亡的路 灭亡必死的路 结果他们就被赶出 伊甸园 跟上帝的关系 断绝了 就是因为这样 人本来有上帝的形象 人本来有上帝的形象 跟样式 但是呢 因为人选择 这一条的路 所以死了 就是跟上帝的关系 断绝了 所以后来呢 就是因为这样 人本来有上帝的形象 所以整个 整个这样子的 形象样式 就被破坏了 人就活得不像人了 就不穷了 本来要像上帝的 有爱啊 有和平啊 有圣洁啦 有公义啦 就不像人了 活得不像人 大家都明白 什么叫不像人 整个上帝的形象呢 就被扭曲了 就被破坏了 所以 人跟上帝的关系 断绝之后呢 就造成人跟自己 跟别人 跟万物 全部的关系 也就破坏了 所以这些 关系破坏 就造成了 种种的 今天我们看到的 家庭的问题 就是这样子 会明白吗 可以明白 好 所以 最重要就是 人跟上帝的关系 断绝了 就造成 今天我们跟人 跟万物 跟自己的关系 也被破坏了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今天如果我们看到 我们家庭很多问题 我们自己有很多的问题 完全是因为 我们上帝 创造原本的 我这个人 已经被破坏了 已经被破坏了 所以当这些关系 被破坏的时候呢 我们就看见 本来呢 人有管理万物的权柄 这个权柄呢 本来是我们要去 治理这地 但是呢 地却不为我们效力 地却怎么样 地呢 却长出什么 经济 经济 既离来 长出经济既离来 地却不为我们效力了 我已经讲快了 还有一个点 我忘记讲 跳回去 跳回去一下 跳回去一下 大家头脑 转回去一下 管理万物的权柄更加辛苦 好 本来呢 上帝要透过人呢 治理这地嘛 对不对 透过怎么样的 怎么样的做法 来治理 就是生儿与女生 多多孩子 来管 来有很多人的管 但是呢 现在因为呢 罪的缘故 罪的破坏 人就被咒诅了 人还是要生养众多 只不过呢 人呢 现在呢 需要经历 怀胎 生产的苦 所以上帝跟女人 我必多多加征 你怀胎的苦楚 你生产儿女 必多受苦楚 有没有 所以今天我们生孩子 本来呢 是不需要经历痛苦的 快快乐乐的生 可能就不用痛 也不用痛 那种不用痛的生 怎么生 我也不知道了 但是呢 现在女人生孩子 要经历很多的痛苦 生了之后呢 又要做母亲的苦 孩子不管从 几岁 从出生一直到她老 到你老 你还在担心孩子的事情 一世人为这孩子担心 女人 要为生儿育女受苦 很多家庭的问题出现 就是我们在 往孩子的时候 交孩子的时候 这些的问题嘛 给我们很多的烦恼 对不对 我现在想起了什么 叫做不需要经过痛苦啊 我生第一个的时候啊 我生第一个的时候 牧师呢 每天为我按手啊 他说 减少 减少我生产之痛 减少我生产之痛啊 我不知道啊 有些人生孩子呢 会痛几天啊 但是呢 在我生我第一个女儿的时候呢 真的是没有痛啊 完全是没有痛的 所以我不知道生孩子是怎么痛 到要他出生的那一刻啊 大概前几秒吧 前还是几分钟 我看十分钟不知道 我才知道什么叫做痛啊 那个真的是很痛 之前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做痛啊 完全没有痛的啊 子宫收缩完全没有痛的 真的是完全没有痛 真的是我觉得应该是那么样 完全没有痛 到要生的时候我才知道 哇 那个子宫收缩呢 是怎么样的痛的一回事啊 痛到呢 我需要拿那个氧气啊 氧气罩 不是氧气罩 那个什么来的我也不知道 总之呢 那个吸了呢 应该是不会痛啊 我也不知道 很像要有点昏迷的感觉啊 就拿那个来吸一下 然后护士讲 不要吸那么多 不要吸那么多啊 大家就不要吸那么多啊 OK 所以这个是 不需经历生产之痛 但是呢 因为被咒诅的缘故啊 我们需要经历怀态的苦楚 生产儿女之痛 一世人为儿女担心 那么亚当呢 亚当他经历怎么呢 亚当 本来是管理治理这地啊 不需要劳累的 好好的去看管就可以了 但是呢 上帝说 地要给你长出经济和济里来 然后你要怎么样 17节 你必终生劳苦 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19节 你必汗流满面 才得虎口 直到你归了土 地是说 你还需要去管理 只不过呢 在这个管理上 你已经失去了那个权柄 你不能呢 没有对大地 没有这样子的权柄 说你生长就生长 你好好的生长就生长 地呢 会长出经济济里呢 你要加倍的 你要加倍的努力 加倍的劳苦 你才有得吃 本来你不需要什么劳力的 上帝供应你 上帝让地长出这些蔬菜啊 加果树啊 但是呢 现在你要付上更多的努力 你要劳力 汗流满面 才得虎口啊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你看啊 今天我们做 一家之主啊 做男人的 你是不是常常为着你的工作而烦 你是不是常常为着你的经济来源 你为了能够承担起家庭的这个经济 你费尽心思 你痛苦 有没有 然后呢 有些人就是因为管理不淡 为了赚更多的钱 赚更多的钱 就忽略了家庭 又造成了家庭的问题 所以这些种种呢 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在上帝面前 办好我们应有的角色 上帝本来给我们的 那一种的 活出那一种的 上帝造我们的目的 为什么呢 其实有时候我们想要 但是我们做不到 因为有罪的缘故 而且呢 还有撒旦的破坏 他到处呢 放经济记理在你的生活里面 你要遇到很多的荆棘 要恨掉很多的记理 没有办法 你需要帮他除掉 你没有除掉 他就环绕着你 使到你生不如死 所以被咒诅的缘故 我们生不如死 如果管理不好 我们会引发更多的问题 接着下来呢 当上帝跟形象一样是破坏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可以享受 享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些 但是我们需要更加的劳苦 这一点 本来呢 男女之间呢 亚登跟夏娃 是互补彼此的不足 但是呢 当罪来到的时候呢 这个平等的关系 互相帮助的这种的关系呢 就变成了不平等 经文我们看 上帝跟女人说什么呢 你必恋慕 你看青色的字 你必恋慕 你丈夫 你丈夫必广侠你 这个呢 我下次 下次 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 我再解释 意思是说呢 本来夫妻关系是和谐的 但是呢 是彼此帮助的 但是现在大家都要做头 大家都要处在领导的角色上 结果呢 变成终日一直吵闹 一直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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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不平等 丈夫变成要 管辖 那个 做妻子的 一直要等 等丈夫来爱 这样子的一个关系里面 不平等的关系里面 不是彼此的帮助 好 到最后 本来呢 夫妻两个人呢 吃生露体 并不羞耻 但是呢 现在呢 他们怎么样呢 六节到七节讲 他们摘了这个果子之后呢 哇 发现自己是吃生露体 结果就怎么样 拿五花果的树 叶子 为自己编做裙子 遮羞 本来他们可以坦诚相见的 坦诚相处的 但是呢 现在却要用叶子遮盖起来 意思说 他不敢以争我示人 所以夫妻里面呢 你有你的私房钱 我有我的私房钱 我不要把我的东西告诉你 所以有些人为什么 有些 有些 有些要 就是呢 结婚之后呢 睡觉还要化妆 化美美啊 结婚的时候 化妆化很美 新婚之夜 第二天起来 丈夫发现 他不认得妻子了 妻子变了一个人 因为卸了妆之后 就变了一个人 为什么 因为要掩盖自己的丑陋 所以 夫妻之间呢 或者是家庭成员之间呢 常常为了掩盖自己 掩盖自己的丑陋 不能够坦诚相见 所以都有私心 都有私心 第十二节 十三节说 亚当夏娃 面对上帝的审问的时候呢 亚当夏娃怎么回应呢 亚当说 都是啊 都是你吃给我 与我同居的女人 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 我就吃了 然后夏娃讲呢 夏娃讲 是那个蛇引诱我 我就吃了 他们两个人 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 就是推卸责任 推卸责任 所以呢 人呢 不愿意为他们所犯的罪 负上错 然后往往呢 就把责任 推在别人身上 结果呢 造成很多的埋怨 亚当埋怨上帝 夏娃埋怨蛇 亚当又埋怨夏娃 这样子的问题啊 都不断地复制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有没有 你夫妻吵架 你会不会跟你老公说 是我错啦 是我错 都是我讲话不好听 你都说 都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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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当也是这样子嘛 哎呦 这个是本来说 很甜蜜啊 我骨中的骨 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一出现问题的时候呢 就说都是他 不能说 找到了 找到了 就是你 就是你 现在变成了什么 都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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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没有错嘛 对不对 我们都喜欢说 都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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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就看不到自己的问题 夫妻关系里面 亲子关系里面 问题不断地出现 一不断地争吵 就是出在这样子的问题上 看不见自己的问题 都是指责别人 所以引发了很多的问题 所以呢 这个罪呢 它不单单是破坏了亚当夫妻的关系 这样子的 亲密 本来是亲密感造成有隔阂呢 就影响了他们的下一代 该隐后来就杀死了亚伯 凶杀案就发生在世界第一个家庭里面 然后呢 这样子罪呢 不断地复制 一直到挪亚的时代 圣经说罪恶满盈了 所以上帝要用洪水灭掉这个世界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呢 我们在这个世界呢 还是不断地复制这样子的问题 我们的家庭呢 还是不断地出现这样子的争吵纷争 我们回不到上帝创造亚当夏娃 原本创造亚当夏娃那种和谐的关系里面 多多少少都会 有些人的家庭可能很多 有些人的家庭很少 看就看 你怎么样去经营你的家庭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家庭问题呢 其实从创世纪就已经开始了 但最近入了人类的世界的时候 这些问题呢 就不断地重演 特别呢 今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 我们当然也会看见 很多更多的 更多的这样子的问题出现 因为呢 魔鬼呢 要破坏这个家庭 当家庭破坏的时候呢 上帝的使命 上帝要拯救这个世界的 这个工作 就不能够完成了嘛 你只要家庭被破坏 上帝的 要做的计划也就被破坏了 所以他不断地破坏 不断地破坏 我们说 射人先射马 情贼先情亡 你要破坏上帝的国度 你就破坏上帝所设立的家庭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这个是二者的手段 来破坏 今天我们的家庭 你想想一下 你的家庭里面 是否曾经出现这样子的纷争 我自己都有 以后我再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觉得很痛苦 活在这个家庭的生活里面 但是呢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 我们不是没有盼望的 我们是有盼望的 上帝还是爱我们的 上帝对我们的爱 始终是不离不弃的 所以呢 后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 就是为我们 这个解决罪的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呢 如果呢 可以把我们的信仰 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 就很完美地为我们彰显 上帝他本来应该有的 那种的形象样式 所以如果我们学习耶稣 把我们的家庭 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教导上呢 我们相信呢 你的家 本来是家所 充满家所的家园 可以成为一个 充满家 好 成为一个好的家园 所以问题在于呢 我们愿不愿意顺服 这个圣经的教导 所以从改次呢 我会慢慢地 跟大家一起来学习 所以最后 有一个人写了这样子的一首诗 他说家 可以是父亲的王国 母亲的天地 儿女的乐园 在那里可以找到温情 了解 饶恕与接纳 意义与价值 喜悦与满足 家也可以是父亲的家所 母亲的刑场 儿女的地狱 在那里可以找到冷战 与分裂 斗争 与暴力 地狱 写错了 错别字 sorry 因为他与扭曲 怨言与咒诅 就看你怎么去经营他 今天我们可以 好好的去经营 因为呢 上帝已经 透过耶稣基督 为我们设立了 建立家庭 一个很好的标准 我们按着我们自己的标准 去分别善恶 去按着自己的标准 去断定好还是坏 只会造成更多的分裂 只会造成更多的问题 但是呢 如果我们从 从这个圣经的教导 主耶稣基督的教导 我们就会看见 我们的家 可以是家园 而不是家所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今天只是给大家一个引言 时间性的 我们改次再讲 在我们唱结束诗歌之前呢 我还有一个报告 就是25号早上 这个25号早上10点 有感恩崇拜 大家不要忘记 拜六嘛 25号是拜六 礼拜天还是有崇拜 现在我们来唱结束诗歌 然后之后呢 我们请我们的 卫义发牧师 卫义发牧师 很有负担在 家庭的事工里面 他是我们 家庭事工建造的 祖师爷来的 祖师爷来的 我们可以多多向他学习 所以呢 等下我们请 卫义发牧师来 为我们所有人的家庭来祝福 也为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来祝福 卫义发牧师 如果我们要做国家庭ей的 欢迎站立 就失去温馨 也不再有神情 没有爱住家庭 只剩下表面问候 就如下的魔法 筹码虚空 不止我们的爱 凡事包容忍耐 就让我们平静相爱 让我们平静相爱 在爱里在恩典里 流入基督相亲 留住主意悲伤 留住真诚的生命 亲切温暖的家庭 若是没有爱流路 就失去温馨 也不再有神情 没有爱住家庭 只剩下表面问候 就如下的罗牌 筹码虚空 不止我们的爱 凡事包容忍耐 就让我们平静相爱 让我们平静相爱 在爱里在恩典里 流入基督相亲 在爱里面答应 也不再招散 在爱里面老墙十天的生命 我们一起站起来祷告 创造天地光顾的主 我们感谢咱们你 你借着奇妙的创造的难途 给我们看到你爱人类 让我们人类在地上成为你的孩子 做你的管家 能够发挥你的本性彼此相爱 建立一个家庭来成就你的美意 你创造了一个妇人 来帮助神的儿子 就是男人 但是撒旦却来 把那原有神美好的计划破坏了 那帮助男人的妇人 被撒旦骗了 却成为把男人拉下水 以他变成罪恶的努力 物质的努力 而不是成为物质的管家 我们感谢咱们 我们感谢赞美女 在两千年以前 你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 给每一个人 只要借着耶稣的救恩 我们再次得回神儿子的身份 成为神的管家 也能够好好地在地上发挥基督的爱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那每一个在你面前蒙恩的 都能够从家里开始 把家管好 主要能够在家里 享受你的祝福与爱 生养你可以用的子民 在地上存在大地的 目前是面对的各种环境的挑战 求你是恩保守带领我们 幸福他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在新的一代 成长自己的意念 心思 让每一个人都成为好管家 成为好男人 都拥有神的形象 得回神 给我们做你儿你的权柄 发挥爱的功能 祝我们不再忍受家庭 而是享受家庭 求你持恩保守带领 让我们能够成整 二十一世纪的家庭 使二十一世纪的家 能够归回原来神的计划 从整人性 我们感谢上帝 今天我们看到师母愿意从家里出发 看到家里的观景 实在给我们感受 求天父借着你的救恩 神回到撒旦的计划 从整那伊甸圆的美景 得回伊甸圆是给我们的托付 生养神的管家 把大地变成新天新地 由耶稣基督做援手 带领我们 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祷愿我祝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引导 常与你们 与家人存在 从今世至到永远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